如果要见信 看到自信 那必须是 要用内功 不能用外面 就禅定功夫 禅定功夫 到达了极处 就回归到自信 会能大使见信的时候 所说的 何其自信 本无生命 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那就是自信本地 到那个时候 你什么都见到了 今中三倍往生平远 乃至获得一念尽心 乏一念心 念欲彼佛 此人灵灵宗时 如在梦中 见阿弥陀佛 定身一国 得不退转 不提 此名 敬心念佛一身之 无量不可思议功德 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在华严金 华葬世界品 世界成就品 这两篇经文 这两篇经文 分量也相当客观 说明宇宙 宇宙怎么出现的 前面说过了 宇宙 宇宙 非常的广大 真是中国古人所谓的 大而无碍 大到什么程度 找不到编辑 就是没有编辑 小而无内 小 一微尘里面 微尘 现代科学称之为粒子 基本粒子 基本粒子的意义 随着科学进步 实施在修订 在半个世纪之前 大概认为最小的 是基本粒子 夸克 现在科技又进步 又发现了 夸克还是可以分 佛法里面讲的 积威之威 是决定不能再分 那就是 这个 这个 绝对的 境界了 没有办法再分 当然 这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这么小的一个物质里面 佛经上一沉 里面有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 看到科学技术 这个电竞体 像指甲 这么小小的这一片 里面含藏着 许许多多的信息 感觉的是 非常惊讶了 殊不知 叶微尘里面的 含藏着有整个宇宙的信息 有整个宇宙 不增不节 在这里面 那么现在 科学称这个为 微观世界 量子力学 称大宇宙为 宏观世界 在佛法里面 在佛法里面讲 宏观跟微观是一 不是二 那么这宇宙里面 一切祝福的插土 这就是讲 我们现在讲的 星系 星球 无量 无边 无境 无数 这佛怎么知道 科学总不外乎 先以数学 来推断 然后用科学仪器 去观察 发现 释迦牟尼佛 要是依中国历史记载 他老人家过世 到今年 是3037年 3037年 但是外国人呢 只承认他是2500 大概是55年吧 这个相差很大 差不多相差600年了 这些事情 我们用不住去考据 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时间不是真的 空间也不是真的 时间空间 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决定不是事实 所以前面我们读过的 这一章 是事故境 长节可谓变成阴念 阴念展开来 可谓变成无量节 这就讲 时间可以延长 可以浓缩 这是现在科学 还没办法做到 佛法当中 这样的灵活的应用 他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念头 就是意识 意识的功能 太大了 对外 能够圆 整个宇宙 对内呢 能够圆到阿类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例子 能够圆到例子 但是他圆不到自信 确定圆不到本性 为什么 你要想真正见到本性 你必须把喜心动念 分别执着放下 就见到了 这才见到的是 四十真相 所以你问整个宇宙 无论宏观未观 他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他看到了 怎么看到的 禅定里面看到的 这是什么样的禅定 这是自信本定 我们一般修学的禅定 功夫不够 没有这么高的能力 只能看到 像现在科学家看到的 已经很了不起了 如果要见信 看到自信 那必须是 要用内功 不能用外面 就禅定功夫 禅定功夫 到达了极处 就回归到自信 会能大事坚信的时候 所说的 何其自信 本无生命 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那就是自信本定 到那个时候 你什么都见到了 这样的世界 无论是宏观 是未观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为什么呢 全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佛给我们讲的 这些宇宙啊 我们过去曾经都在那里住过 将来呢 将来也很可能再去住住 那你就不能不知道了 这是佛 这是佛 为什么给我们说明的原因 真的有机会 如果我们自己 修禅定 主要知道 修禅定 是佛法里面 一个总的概念 佛家将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这个方法门禁 修什么呢 通通通修的禅定 注意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是说只有禅宗修禅定 那就错了 只要是佛法 都是修的禅定 在用的不同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 我们现在用持明念佛的方法 修禅定 方法不同 得到的禅定是一样的 是一种事情 禅定在本经的经体上 三个大的层次 第一个是清净 禅定是清净心 清净心里面 决定没有任务 这是 第一个禅定 第二个 这个功夫更深了 平等性 菩萨 菩萨 所得到的 清净心 是阿罗汉 所得到的 最高的 证据 那是佛 所得到的 究竟 圆满的禅定 我们是用念佛 这个方法 念佛 一定要把妄想 分别执着都念掉 这个念佛功夫算持久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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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